哈囉大家好我是宇 LINE裡面其實有給每個人一個免費的雲端空間 今天就要來跟大家分享這個雲端空間要如何去使用它 上一次我分享了一部一人群組的用法 然後有獲得廣大的迴響 然後也有不少人就來問說 可是還有一個東西叫做LINE KEEP 我都用那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有什麼不同呢 好所以呢今天就要來跟大家分享LINE KEEP這個免費的雲端空間 在開始分享怎麼使用之前 先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上次分享的一人群組跟這次的LINE KEEP到底有什麼差別 首先第一個就是空間上的差異 在一人群組裡面它是沒有空間限制的 所以你一本相簿可以放1000張照片 然後你就可以建好幾本相簿 你建五本就可以放5000張 所以它是完全沒有空間上限 那LINE KEEP的話呢 它是有限制的 你LINE KEEP裡面所有存的東西 總共是不能超過1GB的 也就是說每個人給你的空間就是1GB這樣子 另外兩個還有一個很大的差異就是 你在傳照片的時候啊 如果是一人群組那個照片或影片進去 是一定會被壓縮的 而且那個影片其實是有限制就是5分鐘 那在這個LINE KEEP裡面你的照片存進去是可以存原始畫質的 不過就是受限於這個1GB的容量限制啊 所以自己要稍微看一下真的很重要的照片才透過LINE KEEP去存 那我們現在就來分享怎麼使用這個LINE KEEP吧 首先我先說一下怎麼進去這個KEEP裡面 進去的方式有很多種 第一種是你在主頁這個地方 然後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名字 這裡右邊這裡有個KEEP 你就把它給點進去 它就會進到KEEP裡面了 好那這裡就有一個全部啊 然後還有一個照片影片 連結備忘錄跟檔案 這是它的分類 所以等一下我們把東西丟進來之後 它就會自動的去分類這些東西 那上面這裡有一個特輯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來講 好那第一種新增的方法 是我們可以直接按這裡的立即新增 然後把你手機裡面的東西存進去 比如說我現在要存一張照片 我可以按立即新增 然後選擇照片 那之後呢我可以找到一張照片 比如說我選這個基德的照片 選了之後你會看到左下角這邊有一個原始畫質有沒有 如果讓它點開來呈現綠色的話 就表示我們存進去的就是原始檔 原始畫質 它不會被壓縮 那如果你沒有按的話 它就是經過壓縮的 好所以我現在按了之後選完成 它就會把照片給存進來裡面 好這個是我們從手機裡面傳進去的 那包含說你新增一些備忘也是一樣啊 好你看像現在我這裡已經沒有東西可以新增了嘛對不對 因為我們已經把照片放進去了 那所以你在照片影片裡面就可以看到這張照片 同時這邊也會有顯示它的日期 好那我如果要再新增東西的話 右上角這邊有一個新增 有一個加你把它點下去 這時候一樣可以去選擇你要的東西 而且你會發現比剛剛多一個是特輯 特輯其實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某些東西全部集合在一個區域 一樣我們等一下最後再來講 那譬如說備忘錄的話 你就可以在這邊打一些記事的內容 然後下面還可以換這個背景的顏色 好所以這邊你就可以看得到 就是上面這裡也會自動的紀錄時間跟日期這樣子 好或者是說呢我們也可以新增一個檔案 那你就可以從手機裡面傳一個檔案上去 不一定要是相片檔 其他的檔案也是可以的 好這是從手機傳進去的部分 好那再來我們講第二個 喔對了順便再講一下第二種進去的方式 因為有的人手機介面可能不太一樣 所以他可能這個地方是沒有keep的 OK那所以呢我們來講另外一種 就是你在主頁你可以找到你自己的人頭嘛 會在上面這裡嘛 你就把它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應該會看到一個keep在這個地方 就可以點進去 這樣一樣可以進到keep裡面 好那我們剛剛講的是 如果我不是要從手機傳 我是在譬如說我的群組裡面 我在裡面看到的東西 我想要把它存進去 可不可以 當然也是可以的喔 那因為裡面有 剛剛有備忘嘛 然後還有連結 還有圖片嘛 好所以呢我這邊看一下 譬如說我這一個 這行字我想要存進去 我就可以按儲存字keep 那這時候其實你可以一次勾取很多個去存 譬如說我現在選三個的話就會三個都進去 好所以第1個是文字第2個是連結 第3個是圖片 我們把這三個一次存進去看看 然後就選擇keep 好它以儲存字keep 就存進去了 好接著呢我們一樣可以再進去我們的keep裡面看看 所以呢好一樣回到我們的keep裡面 就會發現我們剛剛存進去的東西就在這裡了 有沒有這裡面有這些東西 好那圖片跟影片我們現在多了一張照片在裡面嘛 就是這個荷葉跟小蘭的照片 好那連結 這是我們另外剛剛存進去的一個連結 好備忘錄 好錄加手機配件850 OK所以像這個東西就會全部存進去 那因為我現在沒有檔案可以放啦 所以就先不放檔案這樣子 好所以這個是一個基本放進去的方法 那我剛剛講的這有一個我的最愛有沒有 你可以把一些東西新增到我的最愛 比如說 我想要把這個 這兩張照片放到我的最愛 那怎麼放呢 首先你可以把它長按 兩個選起來之後有沒有 你長按之後就可以 可以選這個再重來一次 長按它 它會變成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去選擇 選擇完之後 下面這裡有個加有沒有 點下去 然後這邊有一個我的最愛 好直接點下去 它就會新增到我的最愛去 好 所以你現在跳回去喔 跳回去keep 你看我的最愛這裡是不是就有東西了 點進來就可以看到這兩個 OK 那你當然也可以從 特輯中移除 你如果想要把它從我的最愛裡面拿掉 或從特輯裡面拿掉 然後不刪除檔案的話 你就要選這個 由特輯中移除 好它就從裡面用掉 那如果你選的是刪除啊 它就是真的把檔案刪掉喔 那就不是喔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把檔案也刪掉的話 選刪除 想要從這個地方移除掉而已 但是檔案要留在裡面的話 你就選 由特輯中移除 OK 好 所以呢 由特輯中移除 像這樣 那當然除了我的最愛之外 我們剛剛講的特輯這裡是可以自己新增的 你就可以自己取一個名字 比如說柯南照片 好然後我就打柯南照片這樣子 所以我就有一個柯南照片的標題 然後就建立起來 那建立起來之後啊 我就可以把這個照片 好一樣 長按 然後選完之後 加 然後選擇柯南照片 好它就會存進去了 或者是這邊有三個點 好你選擇選擇項目 好一樣選起來 也是可以的 好那我是覺得長按比較快 但是因為有些手機可能設定上不太一樣 所以我還是都講 那 除此之外呢 你也可以直接把自己的照片轉傳出去 比如說這個 這個基德的照片 好我可以點開來 點開來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有下載 這是下載 然後這是加到什麼東西 這裡有一個刪除 然後這個是分享 我們就選分享 分享之後你就可以分享給 你要的對象 比如說我選我的個人群組 好然後傳送 它就會傳到我的群組裡面去 所以要從裡面把資料分享給別人是非常容易的 那再加上如果啊 你是從裡面分享出來的話 它的檔案其實就是原始檔喔 這邊好像沒有辦法看 就是 人家在下載的時候 它下載下來的圖片 我給大家看一下 下載下來的圖片 資訊 它是沒有經過壓縮的有沒有 這1200萬畫素 1.70M 所以從這邊分享給別人的圖案 它是 可以讓人家下載原始檔的 好這是非常重要一點 好那 另外啊 上次有問我說 要怎麼一次全部刪除 這些東西這樣子 好那 單獨刪的話 你可以點右邊 這裡有三個點 OK 點開來 就有一個刪除 好那當然 因為有時候可能我手機上沒有 因為它是雲端嘛 你也可以把它儲存到你的手機裡面 好這也是一個方法 那再來 如果你想要一次刪很多的話 你可以長按 然後就可以點點點點點 點完之後 按刪除 這裡有個刪除 按下去 它就刪除了 所以這也是一個方法 那你會說 那我現在到底 用了多少空間 我怎麼知道呢 你在keep裡面 右上角這裡三個點 有一個設定 你點進來 好 這邊有一個 keep使用空間 已使用 好有一個已使用 5Mb 那右邊其實就有告訴你 它的容量是1GB 好所以我們已經用了5Mb 好 所以點進來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分別占多少 比如說照片跟影片就是5Mb 然後備忘錄2Kb這樣子 那你如果想要清空這裡面所有的東西 最下面這裡刪除所有項目 點下去就全部清空了 按下去 它會問你 是不是要刪除所有的東西 然後如果刪除後就無法恢復了 然後你如果給它按刪除 就全部白了 那像這個照片什麼這個其實是不能點進去看的 就是你只能知道它大概是多少 那你如果真的想要刪的話 你就是可以 自己到這個地方來刪 那另外它有一個 剛剛你們有看到一個 在主畫面新增keep接近 就是我們可以在 我剛剛有點到了 確定新增嘛 新增了之後啊 它就會 佔你的 比如我現在自動新增 按下去之後你的手機上面就會有一個keep的這個 這個 連結然後你把它點進去 它就會直接進到keep裡面 你就不用再開Line 然後再點選 主頁 然後再點選keep 它可以直接很快速的 咚 點一下 就進來這樣子 所以這也是一個方法 然後這個東西它基本上是蠻好用的啦 不過就是要特別注意就是 它只有1GB的 這個空間 所以你要好好的謹慎的使用它這樣子 那這個特輯啊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總共可以建立100個特輯 就是你可以做100個分類這樣子 那像這個特輯裡面啊 我現在放的是照片對不對 它其實也可以 新增其他東西進去 所以我進來之後 我點右上角的新增 然後把我要放進去的東西都選進來 然後我新增 它這個就會全部一起放進來裡面 所以不一定只能放照片喔 它是很多東西都可以去分類的 那你也可以把它重新命名這樣子 好 那最後這邊有一個 刪除特輯 這個刪除特輯是把這個 這個特輯全部刪掉 但裡面的資料是留著的 它跟從特輯中移除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剛剛有一個 有一個這個 由特輯中移除 它是一樣的功能 只是說它是一次刪掉整個特輯 好所以我如果這樣子選 刪除特輯 然後 它會說刪除特輯這些項目會保留在KEEP裡面 然後還有告訴你 所以我們現在刪除 好所以特輯雖然不見了 但是我這些資料 全部都還是留在裡面的 所以在電腦上 你一樣可以開啟LINE電腦版 然後進到KEEP裡面去下來東西 這個東西就也可以當作一個 跨平台傳輸的媒介 不過因為它有空間限制嘛 所以你每次傳完之後 你可能就還要再把它刪掉 會稍微麻煩一點點 那如果傳到群組的話 就沒有這個問題 好那我們今天一個簡單的KEEP介紹 就介紹到這邊 希望這部影片對你會有幫助 然後如果你覺得這部影片還不錯 可以幫助到別人的話呢 就把這部影片分享出去吧 反正分享對自己又沒有損失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分享到這邊了 希望你會喜歡 我是宇 我們下次見囉 我們下次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